骑士近况不佳 詹黄坦言今年东区比以往更强 美联社分享 骑士在昨天与塞尔蒂克之战完全乐居下风 最终以14分之差兵败波士顿 单场88分更写下本记得分清低 骑士最近7场比赛就输了5场 赛后詹姆斯 Leap and James直言 东区今年真的很强 但我们显然还不够好 我一直都在关注其他球队 他们不断的在进步 詹姆斯说 但我其实更关心我们球队的发展 是否有越来越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沃什和塞尔蒂克都很强 热火也持续的成长 暴龙现在也打出出色的表现 詹姆斯表示 东区今年真的很强 现在我们显然还不够好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但无论如何 你肯定会为现在更强的竞争态势感到担忧 骑士近期战输了5场比赛 目前以25胜13败的成绩位居东区第三 今年在阵容重组之后 战机起伏盛大 对此骑士教练泰隆鲁 Tirolu表示 我们现在排第三 我并不担心 只要能够进入季后赛就没问题 谈到昔日子地冰俄文 Kerry Irving所领军的塞尔蒂克 泰隆鲁说 他们这个球季表现得很好 特别是在经历开季二连败之后 打出了一波疯狂的连胜 我得脱帽向他们去 进